OK 又過了一天 OK 又過了一天 OK 又過了一天 那我們又問了工程師 那... OK 那又過了一天 OK 又過了一天 那我們又問了工程師 那我也不想要再說 我們一直再把東西退回去 然後再拿一個新的 因為問題還是一模一樣 我直接朝網路購物 就直接退貨 我也不想要再用這個產品了 這個產品也太瞎了 就是速度太慢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退貨啦 退爆它 然後再買一個其他品牌 可能是Samsung的SSD吧 這次購買經驗不是非常好 這是神奇的美光